各位 今天的创意四字詞 叫做反撲歸震 很多人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有創意的人必須要有高深的學問 要有創意就一定要經過非常複雜的程序 困難重重 因為太難所以索性不去思考 等待聰明的人或專家去創新發明 自己做一個忠實的追隨者 其實要有創意就必須懂得反撲歸真 將複雜的事簡單化 要有簡單就善美的精神 Simple is beautiful 在資訊爆炸的年代 我們再沒有時間去鑽研每一種知識和學問 最重要的是要有抽絲剝繭的能力 找出問題的核心和道理的中心 然後由錢入心才能解決問題 創意創新 以作文為例 我們必須對句子的基本文化有充分的了解 懂得運用才能寫好文章 以設計為例 設計師要懂得基本的線條圖形 才懂得如何去設計 設計公司的標誌其實以簡潔為主 例如匯豐銀行和國泰銀行的標誌 都清楚易記 得到很多好評 所以不是越複雜越好 反而越簡單越好 相反 香港曾經何時有一個飛龍標誌 雖然很有特色 但過於複雜 圖案包括了HKHK的字樣 可惜外國人看來不萬不累 香港兩個字的中文字意義不大 再加上飛龍的顏色就是橙紅色 好像一隻被燒著的火龍一樣 所以設計界都是毀如參半 我的意見是越簡單的設計 越見到創意人的功力 所以貝律銘以足和三個人的概念 建了中文大廈就是經典之作 今天的創意金句是 創意在平凡中 看見不平凡